大家好 我是周恩投资网分析师Brent 大盘我今天是盘中时间段 现在是还有15分钟差不多收盘 我盘中时间段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收盘分析 大盘今天有涨跌互线 道琼是领跌的 道琼深深的比其他人跌的多 而且跌下来之后整个日内都趴在地上长不起来 这个主要还是早盘高盛的业绩 高盛的业绩表现的非常的差 所以就来自于投行业务的忧虑 所以高盛是跌了很多 跌了6% 一己之力拖累了整个道琼斯指数 但是后期这块高盛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道琼没参与进来 没带道琼玩 所以道琼里面也不是说就高正自己的问题 但是也有好的 你像投行 现在摩根士丹利 基本上是隐隐着华尔街第一大投行的这么个状态 摩根士丹利的业绩就很厉害 他这个地方就大涨了百分之多的时候 也是涨了7% 这个周最重要的业绩也就是星期三 我们会看到Netflix的业绩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他也将开启整个的科技股 打开下个礼拜 这个周结束之后 下个礼拜开始了科技股秘籍的财报期 然后我周末的时候 看了几个 再就是明天的PPI 明天的PPI数据是比较重要的 东部时间的8点半 完了零售销售也挺重要的 工业产出也挺重要的 所以明天的数据还比较密集 然后我今天的账户 因为我今天只做了一个早盘 做了一个小盘股的小空头 里面也试一下 但是那个地方 反正我今天是有一个200块钱的亏损 账户是4856这么个情况 然后震荡 我这两天是什么造型的 我这交易极少 上个礼拜前三天我都没交易 我就最后两天的时候才开始交易 然后做空 最后两天做空 然后赶上大盘的就蹭蹭往上走 走了两天 为什么不交易 然后包括也有朋友问 为什么这段时间涨这么好 却没有抓住 其实最开始我在做股票交易的时候 我也有一种困境和忧虑 就是说怎么就我一买股票 就开始往下跌 我一卖股票就开始往上涨 就感觉全世界都和我为敌 所以要放弃股市 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股市的这条道路 但是后来呢 大家问这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有一位会员问我 为什么没有抓住NVDA这波的上涨 为什么 因为抗空 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抗空 完了NVDA 有可能它是先往上抬起来之后再往下砸 总之呢 它是从一个下跌式而转变为了一个上涨式 就局部小局部 小小的局部上 它是在变盘 变盘的时候呢 我这个人反应就是慢 变盘的时候反应就是反应不过来 后来呢 怎么和解和自己和解 就是说 你就不要去预测底部了 不要去预测顶部了 不要去做这些 我感觉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发现 原来这个底部和顶部其实预测不到的 我就只要去抓正儿八经的 这个启动的波动行情里面的其中一波 就可以了 后来呢 我这些年 我就是这么安慰我自己就这么过来的 所以呢 我一般情况下呢 在变盘的节骨眼上 我都容易犯错 我感觉这一波呢 就像是一个类似于变盘的一个样子 你说前一段时间 这个小低点 这个小低点 我也能看见是三重点的低点 但是 你敢做多 反而我不敢 我这块还在这倾向于抗空的 那我抗空完了 咔咔往上涨 可不是错过了 涨了前几天 前三天 看不起 觉得这点反弹够干什么的 到时候一天就跌下来了 咔再往上涨一天的时候 你想再做多 那就来不及了 就跟不上了 那就只能是这个启动的行情 没有了 未来呢 如果有震荡 有回踩 有波动 我们能再抓住下一波 那就不错了 那就能把下一波抓住 现在下一波能不能抓住 还不一定的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对于这个大盘抗空的想法和思路 然后呢 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我关注的一些分析师 都从鸽派变成了 都从这个空头变成了多头 让我也甚至有点彷徨啊 我也是关注了一些分析师 我也看了一些周末的这些报告 我甚至今天早上我们这个 我今天早上看Stock Trust里头的 这个分析师写的 就是说这个市场呢 可能是 呃 说是反正这个game change 然后呢 让大家买一些这个 呃 emerge的这些股票 完了他甚至这个 这大科讲说什么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啊 可能是最后一次 说这个2月1号美联储加息啊 可能是最后一次加息了 我也惊呆了 这个 这个是在Stock Trust上的一篇文章 完了大家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去找客服要这篇链接啊 他觉得这个市场是 呃 结束了 CPI什么的也坚顶了 什么东西都要犯他 然后我看他给没给什么可以买的股票 呃 给了一些可以买的股票吧 好 也给了点 给大家看好的股票 比如这边有点房地产类的股票 Ratfin 给了这么点 哦 你们可以要这篇文章看看 比如这是英文版的 25个基点 说他竟然说是2月1号 这是 maybe the last retire 那怎么可能呢 我就不信了 这是最后一次加息了 我就觉得不 我觉得不是啊 所以我并没有认为市场已经建立 呃 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有 也可能反弹一下 完了将来会更好的下跌吧 呃 至今 反正我到目前为止 我的观点呢 还没有改变 这个呢 还得看看 马上到财报季了 看看财报季怎么走 然后看看这个2月1号 鲍威尔的讲话 这个什么样的状态 怎么通胀下来了吗 通胀 这个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了吗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他就需要高位徘徊一段时间呢 那这段时间的这个 开心的程度 我觉得未来还是会还回来的 所以呢 我到目前为止呢 我是虽然 我关注的很多人都变成了多头 但是我还是蛮悲观的啊 目前我还是蛮悲观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也跟大家讲了 我是跟自己和解啊 我不要求自己能买在最低点 然后呢 空在最高点 就是哪怕说中间 甚至说空两轮都可以 因为呢 这一轮美股已经妥妥的一轮熊市了嘛 熊市是一到三年 真正的话 这个地方结束的话 它也是需要一个 比如说真正回到牛市了 那也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 一波大牛 我们有的是机会在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 何必纠结 现在是不是底部呢 何必要这么着急 今天就必须超到这个低点呢 那我的观点依旧是大家 就像我在年初的时候给大家做的那个视频啊 依旧是那个观点 你要降低你的仓位 我在两天 呃 看有我我们有会员问 他说你说这个CPI我们也得防 飞农也得防 业绩也得防 呃 什么都在防 那这个炒股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对吧 这个炒股就没有意义了 每天都是在防 不敢打资金的下手 我说这个观点是肯定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知道二十大的时候 为什么要全程禁言 为什么 这这这搞得那么严肃 对不对 那格局不一样 这个都情况不一样 你现在这么动荡的情况 你当然要降低资金了 以前那是什么情况 以前是 以前报个飞农 市场在意吗 是飞农在意 还是CPI在意 还是业绩在意 以前报业绩都不 市场都不在意 牛市里面 风雨无阻到网上涨 现在是吧行情不一样了吗 你这个一年的熊市下来 熊市都是一到三年 谁知道他持续多久 一年半算快的了 打下来的话 一年半这个震荡过去的话 捅你一刀 你就正常人 手被划可口 捅了一刀 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呢 你这么大的一年式的下跌 你不得缓一缓 他下来 你不得好好的抖一抖 所以我感觉这块呢 搞不好上去之后 不然还能有下行 再基本上就 剧情可以参考一下08年 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震荡 行吧 然后这就是我基本上大的观点 不过大的观点呢 对我们微观的交易 没什么用 很难去把他们给他结合起来 最近的微观呢 就是做多 做多就是王道 封低就是买入 回到细节上 30分钟的图形 指数横盘整理 高位以盘带跌 并没有出现回调的迹象 并没有出现回调的迹象 你说他上涨乏力 倒可以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你说回调 尚未出现 纳斯达克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样一个上升的姿态 我觉得呢 这个通道做个参考吧 通道如果破位的话呢 再来做空 也行 道琼斯的参考性呢 就没那么大了 因为呢 今天是高盛的业绩 实在是太草率了 这有点太吓人了 高盛跌了7% 这都很难 很难见的事情 但是呢 道琼掉下来了 道琼掉下来之后吧 这样一个底部的徘徊 因为道琼占的底比较大呀 道琼在整个的这个 高盛在道琼的占比里面 占了7%呢 第一是UNH 也快报业绩了 所以这是高盛的占比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呢 可以把大盘给领成 领跌成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还得改一下 今天跌了6% 这个呢 对于道琼斯来讲 破掉了上升趋势 下跌 横盘整理 又破位了 所以道琼已经进入到下降式了 单看道琼斯的这个造型 那标普 还没有 标普和纳指呢 比较强 这个是一个高位的 还是处于在一个挣扎的阶段吧 我觉得你们可以以这个TD的指标为一个参考 4000点 也就4000点 4000点破了的话呢 我感觉可以去到39900 可能是这么一个效果吧 然后 今天晚上呢 会有一个日本央行的会议 但我感觉日本央行的这个决议呢 不是很重要啊 它会对夜盘造成一些些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影响并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重点还得是明天盘前的这个PPI 如果PPI的话呢 表现得足够好的话 那么我觉得明天是可以往上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然后再看能不能再调一下 但是我呢 个人是就不建议这个地方再去往上做多了 就不建议 虽然呢 这一路上我也都不太建议做多 但是这个地方的盘整呢 我还是不太建议做多了 观点吧 表达一个个人的观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现在是有点 我有几个小盘古嘛 我会等一会儿呢 应该是会过夜了 但是等一会儿 等到这个三点钟开盘 我应该会设置一个止损 把这个止损呢 给他设上 只要不跌破的话 就去水泳 那么现在的话 我的账户是4947 因为还没收盘嘛 还有7分钟收盘 然后其实有个112的亏损 然后我对这个账户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忧虑性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 我看从7000块钱 啪啪啪跌到5000块钱 这一天就掉下来了 那就证明的话 其实只要我方向抓对了 就我们盈利也是这么快的 就是在于你的方向能否抓对 抓不对的时候呢 就要耐心再继续等待 然后呢 慢慢多等一等吧 抓住的话很快就回来了 你还能老那么碎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放弃 在这个行情下 我们做这种行情下 做太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要降低资金的原因 就是已经预感到了 是这么难做的行情 但是呢 所以就要降低资金 但是呢 我们还是在 你不能不做呀 这个行情 对吧 你这个市场是在这个地方的 你抓住的对的机会 还是会有很好的 只是说难 有难度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还是要会继续的 把它给做下去 好好做 会做回来 只是要抓对行情 你像这种行情下 怎么抓呢 最近不是连续涨了这么多天吗 也许还会再往上涨 还真不排除啊 现在只是离八天均线有点远 也许呢 它这个地方徘徊一下 八天均线再往上走一走 这样的话呢 大家在200周期均线 这个地方相遇 然后呢 再启动新一轮的上涨 这是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再启动这个 整个新一轮的行情 那么做这样子的一个上升通道 我这是以小盘股举例了 做这个上升通道 小盘股完全可以拉到2000点 拉到2000点之后 啪啪啪三根阴线 就可以直接打回到200天均线 那三根阴线就很舒服 就等呗 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脑海当中有这个鞋 然后就等着它直接往下走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 还是要不断尝试 看到感觉好像能下跌 就不断的来尝试一下下吧 对了 那就抓了个大的 错了的话呢 至少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你能保证了一个盈亏比 这就是目前 可做的 可行性的事情 美元呢 虽然今天涨的还是不错 但是我的感觉 美元的日线图一般 美元的日线图 我觉得一般 它这个地方 假突破 再深深的砸下来 不是很好看 即便涨了的话 我觉得也容易往下行 就对美元 比较忧虑 略感忧虑 然后今天是高盛 跌得多 Tesla AMC 涨得厉害 不 你比如说特斯拉 涨得还真挺漂亮 它真的是挺好看的 打到了二线均线上方 但我看也到压力了 这地方画的倾斜压力点 也到了 也是一个压力点 行 行 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然后呢 有什么问题 扫我们的二维码 这个最近沃尔老师 我刚才说的挺好 因为他都已经分钱了 支票都开到了 就是他做那个FOMC 因为这个FOMC呢 他在这个时候 可以帮助到大家呢 不吃仓过夜 我发现变盘子的点呢 都容易发生在隔夜 它能让你更好的 有效的去磨练你的规律 就是尤其是你是新手的话呢 通过他这样一个平台 去塑造你自己的纪律 我觉得还挺好 应该还是挺好 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持仓啊 这个对我们的交易啊 有很多的很好的建议 这个很好的建议 那我们就非常感谢 但是呢 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交易 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会员 这个人提一个建议要改 那个人提一个建议要改 那还了得了 对吧 你这个总书记 治理国家的时候 大家会有些许的 诸多的不满 对不对 这个人说一个 就应该那么干 那个人说一个 就应该那么干 那你就怎么治理 你谁不知道 疫情封 封三年有问题 但他为什么还是封 总有他的道理的 对不对 或者是总要去完成 他的什么目的的 那你就是不足为外人道理 或者说我们体会不到 包括我们的这个交易 也是 有的时候呢 这个交易呢 你 你不知道我们的经历过什么 你就不知道我们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交易 是这么个情况 有的时候讲呢 你讲不清楚 因为你有的时候 就是很多朋友们 他们没有经历过呢 你跟他讲 他讲不懂 你看今天这个 我们的会员 这NVDA就不 拦不住 我就非得做多 就必须要做多 NVDA 那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一直在涨 大家就会好 好奇 为什么你这东西明明在涨 为什么就不做多呢 这我咋讲 我咋讲 我只能说 我们经历过 看着好好的上涨 就啪击一下就没有了 说明就没 那就产生了一种担忧 那这种担忧呢 也许有的时候呢 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保险作用 有的时候呢 确实会成为我限制我们账户增长的一个理由 反正这个东西吧 有利有弊 但是整体 多年的交易经验 就汇总了我们今天的这种交易 种种的交易呈现 还会在根据行情的不断的调整 再慢慢的调试 好 今天就这个样子 分享这么多 然后呢 明天的PPI 我们看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造型 好吧 行 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电话是8009588561 然后微信是 差一再分 二零二 哎呦 收盘了 差一再分 二零二二 好 收盘了 那我的节目也到这 然后咱们明天见 拜拜